各位網友,上次我由左楚文開始講起, 知道原來秦國和楚國是200年的婚姻關係, 200年由秦穆公一直到秦衛民王, 而楚國那時候齊秦爭霸,而楚國和秦國的邊境接觸, 爭奪漢宗武關上庸這些地方,發生了衝突, 楚國站了過去齊國那邊,所以秦國很生氣, 很生氣,就去打楚國,叫張儀哄楚王和齊王拙了膠, 教訓楚國,好,這個就是那時候事物的背景, 去到這裏,所以秦衛民王和楚國的關係一直都搞得不好, 尤其是騙了楚懷王,楚懷王的心裏很不高興, 一直和楚國的關係都不好, 秦衛民王取,他很年輕的登位, 其實是兩個人在位很長時間,他在位40年, 他建立了秦國的霸業,他娶什麼人呢, 他娶魏國的公主,秦衛民王后就是魏國的公主, 然後他生了秦武王出來,秦武王的王后又是魏國人, 這個是魏國外戚的勢力,在秦衛民王的時候,楚國沒有什麽勢力, 因爲秦楚的爭拗不斷, 到秦孝公死了之後,哦,秦昭襄王, 其實這個人,秦朝統一六國就建立在這個人的手上, 秦昭襄王在位56年,很年輕就登位, 生母孫太后攝政,歷史上第一次女人女太后攝政, 就是孫太后,就是我們看大陸電視劇, 美月傳的美月,是楚國人, 他媽媽是,這個孫太后攝政, 當權三四十年,他的弟弟危險, 傷後大權在暗,三次做承傷, 續兩個弟弟,他還有兩個小兒子, 秦武王死了之後,秦武王母仔在弟弟挑選, 公子壯有兩個公子, 集合反對勢力,同超商王和魏魏, 發生了內戰,結果被鎮壓了下來, 公子壯應該秦衛民王,皇后都被殺, 秦武王的老婆也被殺, 把魏國的勢力連根拔起, 這班人基本上是楚國, 他是楚國人, 但是他應該不是很高級的貴族, 未八子, 你想想,他的位階很低, 皇后,妃,還有幾級才到八子, 八子是一種後宮的一種等級, 但是排到第四五級, 他不是很高級的, 這個人是, 你可以想象他是比較年輕的, 其實這個時候不可以說聯婚, 因為他只不過是一個低位階的后宮, 但是他是楚國人, 秦超王三年,他做了太后, 他做了太后之後, 超商王的時候, 曾經幾個國家想去供秦國, 結果供不入, 這個就是秦楚惠盟, 是想哄回楚國, 把尚蓉還給他, 這是入漢中地方, 大家爭辯就是這些, 不如我給一些地, 算吧, 因為那時候答應給600萬, 600里地沒有給, 好了, 秦楚再次又好, 因為上次被張宜騙了, 他又去, 這個楚惠王又去跟齊國交好, 現在又跟楚國交好, 齊韓毅一起攻楚國, 打到楚國那樣, 這個楚惠王整天在兩邊搖擺擺很嚴重, 好了, 秦國出兵夠坐, 秦國夠義氣, 喏, 如果我們看屈原傳那些, 你覺得秦朝完全沒有理由, 其實不是, 秦朝是有些理由, 秦朝還回常蓉給他, 他被人打出兵救他, 我都說了, 那時候兩個大國, 齊國和秦國, 哦, 本來沒事的, 楚太子洪元, 竟然沒有鬥, 跟人拔劍, 在陷陽, 那時候不是陷陽, 那時候應該是洛陽, 木字哪個洛字那個洛陽, 殺死了秦朝, 秦國人, 走了回楚國, 喏, 這就是洪元所做的事情, 於是關係又再惡劣, 無緣無故破壞治安, 孫太后有兩個弟弟, 這個就是楚國的姓, 究竟楚國姓美, 美越傳, 還是姓洪呢, 是可以爭辯的, 這個是楚國的角姓, 還有魏掩, 不同的父親, 都是命神, 加上兩個兒子, 叫四季, 四個貴人, 他們這兩個弟弟雖然身處秦國, 但是他們是楚國人, 但是他們都是忠於秦國的, 秦楚之間發生鬥爭, 你明白嗎, 他們是站在秦國那邊的, 如果秦楚爭霸, 你要知道, 這兩個人在秦國大的, 雖然楚國人, 他依然忠於秦國, 於是美蓉打楚國, 因為楚太子走了, 打了新城八座城池, 所以被封為新城軍, 魏掩, 這個傷後, 司馬遷比他很高, 贊許的人, 他用霸起先, 擔任秦國將軍, 進攻魏國, 魏國被迫獻出黃河以東四百里, 不只是打回河西, 打回黃河以東的地方, 於是控制了要塞, 奪城池六十幾座, 三次做秦國宰相, 提攜了白喜, 是他為顏色英雄, 用了明將第一的白喜, 超商王, 命樹長援, 討罰楚國, 前三百年再次拿到新城, 然後又再次罰楚, 299年, 299年, 打到楚國趴在, 秦國和楚懷王說, 不如這樣吧,你們講和吧, 你們講和吧, 什麼都叫他不要去, 他就是去, 結果, 被人老了, 這就是說秦國很不對, 秦國沒有關會面, 被人飆了心, 其實秦國說, 我上次給了上榮你, 結果我又幫你打齊國, 你屢次對我不住, 不好了, 我現在打你, 你輸, 你又要給我割鉗中棍給我, 楚衛王不肯, 割地喪權弱國, 將他軟禁了, 將他軟禁了, 這次麻煩, 洪元就積了衛了, 原本的太子積了衛, 困人找得久, 那人跑得掉了, 秦懷王竟然楚懷王跑掉了, 但是趙國沒有摺納他, 因為怕秦國, 又因爲楚和齊交互, 以前你又得罪了齊國, 沒辦法走回去秦國, 結果軟禁下死於秦國, 楚衛王, 是嚇死於秦國, 其實這個人是活該, 反反復復在齊秦之間, 不知道搞什麼, 楚國元氣泰霞, 紅元即位叫楚傾霞王, 這個是紅橫, 對不起我說錯, 這個是紅橫, 下一個才是紅橫, 紅橫做得很壞, 這個時候白起一生人最大的一場勝利, 除了長平之外, 率領一萬兵, 去襲擊楚國, 用運動戰法, 竟然攻破影刀, 楚國冬遷陳國, 這個時候影滅亡了, 這個就是屈原作了哀影出來的時候, 後來自殺, 皇天之不純命係, 是何百姓之震軒, 問離散而商失系, 方仲春以東遷, 哀影, 影滅亡了, 這個楚國的首都, 楚傾霞王, 政治虎紐, 國內離心離德, 所以白起, 首先和趙惠民王交號, 趙惠民王是趙武林王的兒子, 兩國休節, 其實決定打楚國, 直接率領一萬人沿漢江東下, 我都說他們爭奪的就是漢江, 因為漢江出來是哪裏, 武漢三鎮, 現在後來變成武漢, 漢口漢陽武昌, 一個河就變了進去長江以南, 可以打去襄陽, 打去就打去荊州, 影是在河南, 是以前陳國的地方, 一路攻取沿岸, 攻陷楚國角都影, 銷毀他的先王陵墓, 進到景陵, 傾霞王, 被迫遷都去陳志堡, 一路, 秦國就按住楚國來打, 希望楚國認衰仔, 站在秦國那邊, 以及不敢跟他爭漢中的地方, 其實一路的政策都是這樣, 好, 又有好東西介紹, 時代紅米有新產品, 邪惡芝士撈丁, 認下人, 是用意大利芝士撈一丁麵, 配鬆脆肉嫩的吉列豬扒, 或者生炸大雞腿, 還有雜果沙鱗, 抵食到不得了, 56元,58元而已, 抵食到不得了, 美女想吃到清淡一些, 就可以選和風冷烏冬, 這時候吃冷麵, 有炸蝦, 豚肉, 以及雞扒, 加上美龍恐龍, 都是52元至56元而已, 還有, 凡是在時代紅米, 光顧到50元, 送一杯雀巢雪糕給你做甜品, 有Vanilla,朱古力兩種味道, 大家快點來光顧新產品, 送雪糕給你帶走,